关于刘国梁,近一年来,围绕他的话题,球迷们是猜测不已,事情发生2017年6月,当时,时任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,男队主教练的刘国梁,毫无尽兆地被泄认,这一事件,让全国球迷一片哗然,之后呢, 便是包括马龙在内的世界冠军们,卫生人恩师,孙孙罢赛,造成了国际影响,但是,这一影响并没能挽救刘国梁,之后体育总局的动作更大,把刘国梁指教团队中的教练秦志简,马林,全部踢出国家队,到此,中国乒乓球队,在无刘国梁的痕迹,为什么呢? 至今,没有一个定论,方间传闻,这可能是内部的一些博弈,而具体与总局影会的消息发布来分析,是为了改革的需要,这还是让人不能明白,去让改革,那就是要向好的方面发展。 但,刘国梁指教的风格和成绩不好吗? 他提出的国庭三川目标,对中国乒乓球,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啊,这样都不算是好的,什么是好的呢? 难道之后的一白再败,就是好吗? 反正,这里面的事情,肯定是很复杂的,不过,今天,也就是9月4日,据《良子晚报》的记者,张陈兴,写的文章透露,刘国梁将重回体育界,并将担任中国拼协主席,原因是什么呢? 文章透露,刘国梁单师蔡振华先生,已经于2018年8月,离开体育总局,并协任副局长一职,同时,不再兼任足协主席,拼协主席,语协主席等职,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,对于这一消息,目前官方还没披露,但是各亚加达亚运会期间,蔡振华先生都没露面,看来,消息不假,文章还透露, 总局领导曾有意让刘国梁,出任中国拼协主席一职,这个消息是有依据的,为什么呢?因为,体育总局目前正在实行改革,一道表现,就是要专业的人士来做专业的事,比如,让篮球巨星姚明来当篮协主席,让花样华兵名将申许来当中国花样华兵协会主席,让基建名将往海边,来当中国基建协会主席等等。 这样的安排,肯定会得到球迷的欢迎的支持,但问题是,弄走了师傅,让徒弟来接替他的位置,如此安排,刘国梁能够接受吗?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